大家好 今天是6月24日 星期四收市之後 恒生紫水昨天升5、6、8點 今天休息 只有60多點左右升幅 但大部份的強勢板塊都未見轉弱 強勢板塊包括什麼呢 新能源光伏、汽車、生物科技 連科技股今天都有少少抬頭 大家不知記不記得 我在星期四這個小小短片裏 早幾個星期前已經留意這四個板塊 我要繼續強調外圍方面似乎不似怕加息 市方市底確實是改善當中 港股這邊雖然指數被騰訊、匯控、友邦等拖累 但板塊不乏有好東西炒 繼續在這個板塊裏頭尋尋寶 至於較早前一路跟大家說堅持 吉利175 20、23、25 全部重要的關口都穿過 上網繼續看28 暫時未有明確回頭的訊號在 上方看28 回頭穿25元的時候就開始逃離 今次這個推介由坐艇變成倒贊兩成 恭喜大家 加上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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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快 加上網 感谢观看